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件互利共赢的举措 它不仅促进了经济人们交流 也为各国和各地区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好 我觉得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是很符合美美与共的这么一个理念 我们近些年发展其实是非常迅速的 然后我们就没有如善其身 给我们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有进行过一些水井的打造 以及高铁的建造拉动它们一块发展 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一种倡议 因为我是从事教育行业的 所以我知道中国与许多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 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对我们教育行业的发展 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出版 所以我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思路数项工程比较有所了解 中国会每年通过思路数项工程向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打击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翻译中国的优质出版读物来促进共建国家的人文交流 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加强数次丝绸之路的建设 我之前有了解过在肯尼亚中非合作开发的移动钱包 已经成为当地转账支付的一个重要工具 我觉得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双方的经贸合作会更加便利 平时有关注到关于咱们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水利战 能够很好的去减少碳排放 中国班列的开通拉近了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距离 尤其是将浙江一屋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带向了世界各地 让共建国家的消费者都享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小商品 促进了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也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津巴布韦 埃塞尔比亚开展过很多医疗援助工作 有些是援建医院 有些是派医生过去支援 我前两天在新闻上看到节目在成立了中检中药中心 大家在医疗方面的合作实际上是打好了一个健康的地基 有了健康的基础才能更好的发展 其实这几年中国跟非洲东南亚的经贸合作也是越来越密切了 我觉得这都是相互的 据我了解 有东南亚的国家 然后对我们国家的旅游签证进行了免签 然后我们旅游就更方便了 之前暑假的时候呢 我也非常有幸能够去东欧国家 在东欧的萨格勒布大学呢 有过相关的访学经历 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呢 中国能和更多的其他国家 通过互相的交流以及合作呢 能够产生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学外语的同时 生活中我也十分喜欢旅游 那希望高峰论坛召开之后 我们会有更加便捷的出行措施 借助一带一路之古东风 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我希望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中国与共建国家能够加深贸易往来 能够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 我希望能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 买到更多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 来满足我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我希望能够促进去